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世纪六十年代,以南京工学院农业机械、汽车拖拉机专业为基础,组建镇江农业机械学院,历经图治、艰苦创业。 1978年,便被列为全国八十八所重点大学之一。 1981年,成为全国首批具有博士、硕士学位授与权的高校。 出色完成了中国农业机械教育、承上启下、既往开来的历史史密。 2001年8月,原江苏理工大学、镇江医学院、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江苏大学,并成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和农业农村部共建高校。 首批江苏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,全国本科教学工作水平优秀高校,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,首批全国来华留学生质量认证高校。 中国农机教育科研事业创世人之一,著名农业工程学家高良润先生,开拓了农业机械的材料学科,为我国农业工程和农业机械学科创建与发展,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 作为国内最早设立农机专业,最早系统开展农机教育的高校,江苏大学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农机本科、硕士和第一位农机博士、博士后。 秦城,宫中有农,以宫之农的鲜明万学特色和独特文化情怀。 学校已创建高水平,有特色国际化研究型大学为引领,自决站在国家双一流和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大格局下,以实干精神,全面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。 江苏大学感受到时代的感召。 深入学习贯彻,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在全省高校率先召开四千人思想政治工作会议,全面落实力得数人根本任务。 学校大力实施系列人才计划,稳步提高师资队伍水平,加强学生成长、成才、引导体系建设,形成全员全过程、全方位与人格局。 涌现出一批后德模范练习,并成为学校闪亮的名片。 江苏大学坚持以人为本,大力推进和谐校园、民主法制和校园文化建设,不断加强党建创新,在后德之路上一路高歌猛进,建立起一座座。